世界上每20个人就一个人患抑郁症 其中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抑郁症在女性中更常见呢 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 比较特别的关于抑郁症的书 《如果我消失了》 这本书以漫画的形式 在平淡的日常叙述中 真是掌现了当代青年的抑郁症状态 这本书在2021年 获美国最佳成人图像的小说 同时也是很多文学大奖的提名作品 提到抑郁症 很多人已经非常熟悉 但仍有很多人对抑郁症存在很多误解 比如有人认为 抑郁症只是情绪低落或者难过 我们只要正做起来就好了 甚至有人认为 抑郁症是矫情或者是不太多的表现 没有应对生活的意志或者力量 这些污名化的观念 加重了抑郁症患者的心理负担 但实际上抑郁症不是情绪问题 而是临床心理疾病 常伴随十九的绝望感无力感 政治对生活失去兴趣 正如书中克拉拉所描述的他的状态 我就像个空壳子 什么都感受不到 只有空洞 他说自己无法产生积极的情绪 难道我坏掉了吗 很多时候抑郁症不会随着时间而自愈 他需要一定的药物治疗 精理治疗才能得以缓解 作者米良马来之所以想要出这本书 他是这样说的 我真的很想关照我的读者 我试着在这个非常困难的话题下 写一本甜蜜的书 我希望它是柔软的 而不是让读者遭受更多的痛苦 但这本书不仅仅描述抑郁症 我想要推荐它的另外原因是 它揭示了为什么抑郁症 在女性中的发病率更高的社会变迹 比如 女性在情感世界中更容易遭受性暴力 而更糟糕的是 很多时候性暴力的受害者 往往成为了被惩罚的那个人 又比如 在职场中 女性更容易遭受歧视 或者是来自上司的POA 还有 女性会被社会赋予更多的性格期待 要表现的坚强或者体贴 在没有照顾好自己的情敌下 就得先去照顾别人 等等等等 书中的克拉拉说 我是一个女人 对她来说 这就意味着 我能任由她摆布 我从来没有发言权 有人替我决定好了 抑郁症与女性生存困境 作者将这两个主题交织阐述 平静却又有力地讲述的那些 没那么赏亮的时刻 抑郁 焦虑 孤独 挣扎 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 现代社会的隐形痛苦 那些我们在社交媒体的滤镜下 看不见的部分 然而抑郁症不等于绝望 在书的结尾 我们看见一个女性 如何在朋友的支持下 看到黑暗中的微光 并慢慢找到 让自己解放的温暖 最后 我想从这本书中提炼出几个 给女性的建议 第一 要勇于置疑一些所谓的正常 第二 要敏感于 包裹在这些正常下面的 不公和伤害 第三 要敢于表达脆弱和软弱 不是强势才是力量 有时候弱 能有更大的力量 看见我们的脆弱之后 才能帮助我们 变得更加有韧静 第四 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在照顾别人之前 先学会照顾好自己 第五 要发声 要团结 要学会寻找帮助 这里是他故事 喜欢就点个赞吧